这里就是珠海长龙情轨站了 有很多人坐情轨到了长龙 问如何到那个企鹅酒店呢 横琴湾酒店呢 是这样子的 如果到企鹅酒店 可以原则这个圈条走过来 就可以了 走过圈条之后再走下来 再往前 就是往我这个方向走 走到前面这里就是企鹅酒店了 大概需要走个五分钟左右就可以到 如果是到那个横琴湾酒店 飞船酒店呢 这里是会有那个酒店的车的 就具体的那个班车时间呢 就要咨询酒店 如果去飞船酒店 又不需要等 又不想等那个班车 还有一个方法 就可以在这里坐公交车 这里有86路 14路 下一站就是飞船酒店了 大家清楚了没有 因为好多人都会想问 到了长龙站 如何去酒店 现在清楚了吗